台内产中共树队 老师 大家好 欢迎大家看《楼市事件》 我是今集节目主持人 Winni 在我旁边有施生 跟我们聊一聊 施生 中原市领先指数最新报 178.54 已經是创了14周的新高 比上周升了0.56% 其實已經追回今年的所有跌幅 如果與去年年底相比 現在再有0.2輕微的增幅 好像已經引證了樓市轉了勢 新一輪的升浪已經開始了 你怎樣看未來的樓價走勢 會不會有機會升到去年6月高位190點 其實上兩個月我已經說市會轉好一點 我當時已經估計6月底價錢會比1月初的價錢好 其實到5月底已經達到目標 5月底太早達到6月會跌下去 現在也有少許變數 如果純粹說過去那段時間市場很旺 初初二手開始旺 二手旺後加上疫情開始消退 就促使發展商覺得機會來了可以開盤 因為之前一方面因為疫情問題 一方面因為交投不足的問題 發展商是有點猶疑 現在交投更多 疫情亦都很轉 所以過去兩個星期和接下來的兩個星期 都會有很多新盤出現 如果說上兩個星期 其實新盤是去得快的 快有些事情一個上午 就將發展商推出那批 已經清掉了 其他那些差不多一天都賣剩兩三間 市場反映很好 我們的客人向我投訴 多數是施生 幾次給你給我買 抽籤都抽到我去這麼厚 又不是我抽的 人多的 有些抽了買不到 就是恨買到而買不到的人都不少 所以發展商接下來的禮拜推的新盤 日飛的情況 認購的情況 我相信都不錯 但是這段時間 因為美國說可能會嚴厲制裁中國 也都制裁香港 會有幾大影響 有一些人可能有些顧慮 但是就我所看到 二手市場是未出現 很害怕青、拋售 剛才我們開機之前 都問過工作人員 我問他有沒有想到脫了一層樓 他說未 我問他為甚麼 他說 我都不知道賣了一層樓的錢 拿回來做甚麼用 因為現在錢很多 樓武器得這麼快 錢引得很快 換錢就賺貶值 所以變了急於套現的人 就賣很多 銷售壓力不太大 但是我從中原經紀人指數 反映經紀人到後市看法的指數 那些是反映他們的情緒為主 其實在這個星期是跌了一些 由68跌到58 跌幅都很大 很明顯就跟市場的交投情況 價格上升的情況 沒有關係 是一個政治的判斷 覺得香港可能政治上出現了一些 大國爭拗所掀起的漣漪會傷害香港 所以那些人可能會慎重一點 看定一點 不奇怪 但我問一些打新盤的銷售隊伍 他們說市場的客戶反應還不錯 市場購買力仍然在 所以二手的樓價就很難跌 還未升上 和年底比 如果一手 說回一手 即是上半月 今個月上半月二手率先起動 但下半月其實 很多新盤出來 有些很誇張 首批單位 180多貨都可以即日枯清 究竟是發展商的策略 低開成功吸引客 還是市場累積了半年的購買力 或現在真是全面釋放 令到一手新盤 是價五手歡迎 二手好返是對一手的支持 即是有成交有用家出來承接 發展商才敢開盤 你說有些人單身 說開多幾個盤之後 市場上的客戶被判斷了 遲些會否慢一點 這件事就好看未來的供應 是不是有很多 如果未來供應多 你就消耗了客戶之後 客戶會少 問題是現在香港 特區政府經常都拿不到地 拿得急說你萬搶地 現在到處都碰著黑 沒有土地供應 發展商才有機會調高來賣 當土地供應 可以 迫發展商要把房子賣給更廣闊的人群 銷售對象 就要適應多數人的購買力 但現在它經常賣給一小撮人都夠了 已經賣光了 所以它便可以賣給最上級收入的人 所以如果要樓價真的下跌 首先要增加土地供應 如果有8萬元就包你下跌 現在只有4萬元也不夠 那就很難下跌 現在土地供應都是最大的難題政府面對 但又提及最近熱烘烘的話題 就是香港即將要立法國安法 不是香港立 是人大立了 放下福建山 然後香港要走 但美國知道後 就說有機會取消香港國際獨立關稅地位 會否對香港整體經濟 以及最重要對樓市會否有很大的影響 我一直都有關心政治的人 所以美國對中國的態度 其實過去那段時間已經變了很多 一早將中國定性為 差不多說得白點的頭號敵人 所以它很多措施都一直制約中國 包括制約香港 因為現在香港正在扮演的角色 是補大陸體制的不足 它不想大陸有機會崛起 它就一定要不讓香港繼續對大陸產生這麼多好處 所以遲早要制約 問題是甚麼時候制約呢 制約多少呢 它都要準備好才行 它要看香港如果一刀刺下去 自己會不會受傷 連累自己 還有它原本說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北京 不要再為國家安全問題立法 但北京不會聽它知敵 如果它做一些事情可以令到北京讓步 那麼它就加壓 現在北京都通過了 走硬了 所以它再出招出得重 不能夠 所以它出招的時候 會考慮自己有多少好處 會不會傷害自己 所以我認為不會做很多好強烈的事 延遲利息無可避免 我很憤怒 你們這樣做完全不理香港是一個自治的獨立的 實際上在北京的看法就是 如果我遷就你 香港就北京就會失控 變成西方力量 西方代理人在香港有更大的話語權 所以來到這些位置 我認為北京就不會養 美國一定會制裁 但制裁就一定不會去到連香港 即是兌換美元結束美元 都沒有賣 沒有賣當然不用做 金融中心不用做 但這樣對整個金融系統 對美國對整個世界都會有大影響 所以這件事一定不會做 最多說遲些 快速收回 你再不收回我就會做 至於獨立關稅區 一個地方的關稅 基本是香港自己定的 美國可以定它對香港的態度 例如香港輸美產品它可以徵稅 它何時都有權徵 但它不可以不讓香港自己定位為自由港 免稅區 這些是香港定的 我相信將來香港在關稅上 一定獨立於中國大陸 即是中國大陸會有一套關稅 香港亦都會有一套關稅 美國喜歡利用香港的免稅低稅 你可以利用 你亦都可以不利用 其他國家就是其他國家自己選擇 獨立關稅獨不獨立 是中國政府給不給香港有獨立關稅區 美國是決定美國對香港如何徵稅 不可以決定香港與其他國家 其他地區的關係 所以那件事影響有限 另外現在是美國輸出去香港的貨 多於香港輸出去美國的貨 美國在香港有盈餘 應該是貿易盈餘 不是謀赤 所以它想不想買多些東西來香港 這些東西賣了可能被大陸拿來用 你不讓它賣 遲早沒得賣 香港人要有心理準備 將來我們的生存空間會改變 如果六七十年代當然是靠美國 慢慢中國開放後就靠中國多些 香港作為一個外向型的經濟環境 出口服務 提供專業服務 如果世界其中一個最大的體系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體系要抵制大陸 我們真的做生意的空間是會減少的 這亦會造成現在可能有些人會相對猶疑 在投資上會看定一點 但剛才我都說了 賣了一層樓的錢不知拿來做甚麼 有一樣有肯定的 就是銀資會貶值 你看美國聯儲局資產負債表 增加6萬億 他們自己都很危險 中國人14億 13億中國人做了三十多年 賺到外匯只有3萬億 他一個星期就增加6萬億 這些6萬億是真錢 是可以買東西的 他做了些錢出來 他就在全世界買很多東西都可以 實質的財富我們未生產出來 錢也生產出來 所以實質的資產財富都是真實的東西 人們拿著在手 就不容易放 經濟我看會不好 但資產價格是否一定跌 亦不容易跌 因為貨幣供應量 對資產價格是產生即時的影響 經濟又要遲些慢慢才發生影響 所以我看尤其樓價 股價波動點不出奇 樓價就交易又困難 又有辣椒 又有外來的資金 香港的樓 相對大陸的樓 我相信那個 吸引力然很大 香港有私有產權保障 交易安全性高於大陸 套現的能力高於大陸 市場透明度高於大陸 如果樓市不好 政府放少許水 已經有很多錢下來了 現在這個世界 所有政府的頭號敵人是甚麼呢 就是通縮 千萬不要讓它通縮 一通縮就很難醫治了 怎樣可以不讓它通縮呢 就是不要讓資產價格蒸發得太快 所以如果樓價有下跌的危險的話 政府就被迫要撤招等等 有些地方的市 我不敢看好 因為那個地方的市 可能靠低息 靠放水 托著托著 一托不住就跌下來 香港的地產不是 香港地產就 政府經常壓住 一壓住就升上來 處境不同 所以香港的地產 雖然我說在這些動盪下 一定有人會觀望 會看淡 但眼前未見拋售潮 亦未見簡架潮 所以我認為 在這些水平 如果想著有一次機會 日市便宜一點 多人在想日市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便宜 那個人想著 嘩 走得快 好世界便宜便宜 我昨天乘地鐵 也有人問我 看了我很久 又怎麽釘著我 原來我戴著口罩 最後都走過來問我 先生 我其實都想買樓 買不買得過 有人在等買樓 問我買不買得過的人多的時候 樓價是難跌的 如果問我是否要走 現在是否要套現 這類人暫時不是很多 所以我覺得市場 都健康 有機會在這些水平 增持一下 但遲些可能要等中美磨擦 各就各位找到一個平衡點之後 他可能又再起步 這段時間 慎重一點 亦都是正常的態度 好 謝謝今天師生的分享 今集我們先講到這裏 下集再見